画面上是基隆爱二路 当地的店家向市议员郑文庭反映 希望能在路边划设卸货停车位 避免货车每次都冒着并排的风险上下货 市议员郑文庭邀请交通处等单位到场会刊 协助解决问题 我是怀疑说我们这里 这一排通通没有货车卸货区 我是希望他帮忙 我想说因为第一我们也不喜欢 去占另外一个我们说并排 可是你不让他并排你要他去哪里 他要下货你要去哪里 因为这边画的格子一定停好了 你停好了你说临时空外面就会 麻烦你开走不可能吗 你刚刚也看到一停下来 大家就塞死了 那大家都很为难 你做生意的你说不让他下货怎么可能 一定会有过这方面的困扰 我们是希望医院能够帮我们 怎么画面 一个两个大家方便 因为这边本来做生意的地方 不可能没有卸货的地方 因为爱二路这边店家很多 然后出入的车辆也很多 行人或者是车辆都非常多 那再加上这个仁爱桥那边 正在整修 所以车流又加大 那附近的店家 因为他们经常需要装卸货 那就没有办法靠着这个路边 停在路边停车阁 那因此我们建议保留一个卸货的专用的停车位 给货车来使用 那他们的收费方式的话 前30分钟是免费的 超过30分钟以后 每半小时收费30元 那也要提醒民众就是 如果是自小客车的话 可能就不能再占用这一个卸货的停车位 经过会刊讨论 市府将把其中一个汽车停车阁 改成卸货停车位 市议员郑文婷感谢市府重视民意 一起让交通更顺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